好,我們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要 我再增加一個樓層 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你這個樓層不要了 怎麼辦?比如說我多蓋了一個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刪除樓層 這樣了解的齁 空白地方按右鍵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刪掉了 那今天如果我蓋的是地下室 怎麼辦? 我要地下室啊 可是呢,預設的話呢 你這樣一蓋 一定是往上蓋,不是往下蓋 對吧? 這樣要怎麼辦? 沒關係 跟點兩下進來 你先看一下 我們這裡面呢,他有講到幾件事情 一樓,有沒有看到所謂的高層 一樓的高 樓高,有沒有在領 然後呢,是一直往上 因為我們樓板有一個厚度 雖然我樓高250 但是呢 水泥有12公分的厚度 所以就往上有沒有262 那麼今天如果你想要往下的話 把這個高層變成負的就好 這樣清楚嗎? 你看一下 我現在把地下室這個變成負的262 有沒有發現他自動跑到下面來了? 那我按下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地下室就回到地下室 這樣有了解了嗎? 透過高層的部分 正的是往上的 負的是往下蓋 所以你們家要幾樓? 隨便你 你要挖地下室也沒關係 那你到地下室之後 你要把它 把你的那個內容貼進去 都可以 來,我這邊把它貼上 你看 這裡面有 但是你這樣看不到對不對? 因為地下室要某個角度才看得到 這裡才看得到 所以 如果你地下室要有車子出來的話 你要在這邊 他有一個三角形啊 在這邊 我要找一下 有一個三角形 當車道用的 好 往下走 往下走 我記得有一個三角形的 可以拿來當車道用 這個是臨頸 應該有一個 可是我要稍微找一下才知道 因為那個好像是在 不知道哪一個類別 有點忘記了 因為像我們游泳池啊 如果你是在外面要蓋游泳池那個 就要蓋在這裡 我先用游泳池給你看 好,我把它丟進來 你看 這樣游泳池有沒有剛好 直在上面 對 對不對 他那個才是沉下去啊 那我這邊 我只要把游泳池的高度調好就好 這個高度 這樣不夠高 那個深啊 應該是寬高 高度 這個要 262是緊繃嘛 262 好,確定 有沒有 剛剛好就在地面上了 這樣你了解了齁 不然你們家蓋的那個游泳池 其實很奇怪怎麼會有一段落在上面 欸 因為你如果是用一般的 還好 但是呢 如果是像這一種的啦 這一種的 它就是會有一個挖下去的動作 好 挖下去的動作 你就必須要讓它把它 蓋在地下室裡面 它剛好浮上來 這樣你忍下去才不會怪怪的 好 這一種就直接放在地上就好 OK 這次稍微補充一下齁 好